好 蔡英文會晤麥卡錫前夕 老公來了20架飛機 另外有大型無人機 超越海峽中線 越過大型的無人機 另外說 蔡英文跟麥卡錫的會晤 限制很多 採訪的限制 美國媒體需要申請 台灣媒體恐怕申請不到 恐怕 但是有沒有道理 也沒有什麼道理對不對 你總是台灣媒體都不去 也沒有道理 怎麼只給美國媒體去 他說我們美國境內 我要說他以前也是這樣 不是 以前 李星在這邊 以前的狀況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德根圖書館 馬英九前總統他去過 可是我們隨行的記者 是沒有辦法跟的 但是在各台 像TPBS在美國有個尼家輝 他就可以去現場 可是我們隨行記者團 不可以在美國有採訪新聞 因為我們拿的不是工作簽證 但是我補充一下 這個做法其實在馬總統 到哈佛大學圖書館那個時候 已經就是說 實質上面已經打破了 因為我們在美國那時候 我們跟我們的媒體團 跟總統是走在一起的 所以說有一些突破 他是一點一滴慢慢的來走 再到德根圖書館 那是更之前 但是在最後一年的時候 這實質上 那時候我做總統發言人 所以實質上的這些限制 其實已經慢慢都打破 最後一趟是2016年的3月 對 那時候我那時候還是記者團長 已經可以在加州的飯店訪問 然後並且當場露出了 所以這個場合照理講 隨著蔡總統現在目前在貝里斯 即將到洛杉磯的同團的台灣記者 應該是要能去 如果不能去的話 可能要給大家一個說法 不是這樣 他那個邀請完寫得很清楚 想要來的媒體人 要在某幾月幾號幾點以前申請 然後由 他那個是由美國的身分 我知道 由馬克克斯的辦公室 統籌辦理 我幫你報告 因為他現在這些人是 有一個媒體委員 他有這樣講 不是 這很清楚 因為隨著 就像我們去巴拉圭的總統 我也不會跟巴拉圭的總統府報名 但是我們是總統的代表團 我們是跟著蔡總統去的 他們跟馬州那邊 並不是記者的身分 他們是隨討的團員 但是蔡英文的這個團 整個團進團出 意思是這樣 他並不是因為我是採訪的 我是整個團 訪問團 民進黨立委很高興 說這是40年以來 最高層級的階段 以前什麼時候有眾議院議長 沒有 香港也要去哪裡 香港 這是爽嘛 自己高興一下 另外也有媒體說了 說美國是要戰略謹慎 蔡英文叫迷霧外交 也沒有這樣 就是說就是說蔡英文這一句 真的是搞不清楚你形成怎樣 一些有 沒有 很簡潔 不敢宣發布等等 搞得好像有一點委屈自己 在美國跟中國兩大之間 要拓展台灣對外關係 民約時報說 蔡英文開創了台美合作的新局 認為說還不錯 在這種狀況之下 兩大之間難為小 柯文哲說 這是正常國際交往 中國不應該氣急敗壞 另外大陸是不是升高的武嚇 專家說北京會採取強硬手段 到底蔡英文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最後一刻 終於先底牌 蔡總統將在雷根圖書館 與美國第三號人物 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公開會面 這也是台美斷交以來 我國選總統與現任國會領袖 首次在美的公開會談 更陸續克服了各項的挑戰 但相較於前議長佩洛西 快閃來台 幾乎是全程實際秀的公開行程 這會在美國本土 卻更加謹慎低調 別說是全程直播了 甚至邀請函都要求 得先憑有效文件申請記者證 而這還只是佛美國媒體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確定將要和總統蔡英文見面 只是在採訪規定 確實限制重重 除了第一個也要求採訪媒體 必須要先登記記者證 才能夠進入 再來是台灣的隨團記者 到底能不能夠進入採訪 都還沒有被通知 而最後是演講的部分 原先傳出預定會有這一個部分 但是現在也可能要取消 這項活動的相關的規劃 都在最後緊鑼密鼓的 詹密的討論跟溝通當中 至於眾院美中特委會主席 蓋拉格是否率跨黨派議員 與蔡總統會面 總統否划沒說死 會有跨黨派的議員來參加 那因為這是麥卡錫議長邀請的 那我們要尊重他 而就在麥卡錫宣布 與蔡總統會面同時 解放軍也公布 大陸第四代戰機兼15演訓畫面 編隊抵達訓練空域後 紅藍雙方拉開空戰證視 相較於解放軍大秀軍事肌肉 台美外交緊密結盟 位於美國本土的官方會談 正式公開之後 不管規模大小 以寫下兩國歷史心緊張 我想今天這是不是 這個史無前例 其實總統過境美國 美國參眾議員來迎接 來接見 其實都所在都有 過去我們在陪同馬英九 總統過境美國的時候 然後眾議員還來接機 然後送機 然後參眾議員見面 其實他的層級重要性 其實也不會說亞於 眾議院的議長 畢竟眾議院議長也是議員之一 但是你說這一次 但是眾議院的 他代表的是人民代表國會 他終究並不是代表行政部門 所以他可以在 他的新聞通知上面寫說 台灣總統 但是美國行政部門 是絕對不會這麼做 換言之美國國會部門 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不會影響美國行政部門的 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這個是非常清楚的 換言之 中國大陸在面對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他必須要審慎的去判斷 也不應該過度的反應 那我這邊要講就是說 我覺得這一次 我覺得在這個軍事上面 不希望他過度的反應 那我自己判斷 他有可能會在 這個對美國的政治人物這邊 可能會有一些制裁的動作 因為他過去也不是 沒有這樣的一個潛力 用這個方式來做一個區隔 那我認為這一次 台美之間的這樣的一個互動 它其實是在一個 長期的一個發展的 一個結果 我們對於台美關係的進展 都要正面的看待 也不應該自己來貶低我們自己 但是每次要自吹自擂 然後要不斷的去吹捧 我覺得這也是對我們來說 一個中大的商量 不亢不卑 沒什麼好吹牛的 那也不必去詆毀他了 來 晚輝 我們現在因為這一次 其實蔡英文出訪 我們這個黨團的總召 邱承遠是有跟著一起去的 當時其實對於這個黨團這邊 到底要不要派一個人一起去 其實也討論了一下 我想對於這樣的一個出訪 我們還是採取正面的一個態度 像剛剛這個沈老提到的 我想麥卡錫 這次這樣的一個安排裡面 就是說他也把其他黨也都找來 大家有個機會可以 現在雖然看不出來 他到底有沒有一個公開的演講 讓他在那邊可以來做一個發言 但是我想就像我們柯主席講了 我覺得中國也不需要過度的 反應過度 因為美國本來就是個民主國家 他的綜藝員或是綜藝長 他要跟誰見面 我想這也是很正常的 只是要回來看 像剛剛以信提到的 我是覺得可能不只對美國這邊 結果回來之後 我認為對美國或者是對台灣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相關的 一些仲裁的動作會發生 郭北斗有沒有人跟去 沒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沒有邀 還是說有邀我們不去了 不知道 我覺得中國大陸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好好的再盤算一下 我在很多場合 有機會就告訴中國大陸的人 我說其實台灣人很想要有國際空間 這一點中國大陸一直搞不清楚 他一直搞不清楚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這件事情比國安 蔡英文有沒有演講 如果中國大陸做過度的一個反應 是沒有必要的 而且會把台灣的迷信趕得更遠 這一點他應該要真的去了解 台灣人到底想什麼 台灣人除了說國民所得提高 經濟好 台灣人就是一直被打壓 一直被打壓 一直希望有國際空間 這個非常的重要 回過來來講的話 其實老美的行政部門 已經把這次行程 拚命的把他壓縮壓縮壓縮到 低調低調再低調了 是不是 他裡面說要去美國 他們上電力是過境 到哈德遜的時候 你看說 這一位特殊的貴賓等等等等 現在的話 麥卡錫即便見了蔡英文總統 他是個團體 跟這個上一次的佩洛西 來台灣是不一樣的 那是一個等於是 美國的第四號的政治人物 來台灣 當然對大陸的刺激 幾倍於現在這個時候 你是蔡英文過境美國 在美國裡面招待一個朋友來 那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我覺得大陸真的不需要 太國度反應 一時就好了 我替老公回答他好不好 你好 老公 老公的基本態度有兩個 一個 怕你得寸進尺 現在對你這個好 你怎麼會越來越多 第二個 老公其實很簡單 他的底線就是說 你參加這個組織 凸顯你國家的地位 如果參加這個組織 不以國家為單位 有 沒有 那這個可以考慮 就很簡單 所以以聯合國會員國 為基礎的組織 你都不可以參加 很清楚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老公 是要抗議的話 蔡英文去麥卡錡見 其實真的沒什麼好抗議 他真的要抗議是說 台灣總統 The總統 這是他要抗議的